高铁会没有人坐? 他们不坐不等于没有人坐 其实我们坐过的就知道 香港这件事发生得太迟了 香港人我想是很务实的 高铁就是最简单三个年快靓正 在内地穿州各省做演出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搭高铁 明明是4-5个小时的车程 是1个小时以来的运动 我们做表演艺术的 我们回到内地做演出 拍电影、拍电视剧、做show 高铁根本是打通经脈 几多地方我们可以去? 我相信起码在华东、以南 我们很多行业会因为高铁而受惠 你去重庆、成都都很发达 很多商机 你去那些地方都是可以预计到的时间 你现在飞去那边的飞机很少 不是很密 你变得应该是多一个选择 作为文化界 我们都会上去内地拍戏或做舞台剧 有时候我们过黄岗 就会觉得很不方便 在香港你过检 你去旅游巴 你都要把行李拿下来 过了检 然后要上去旅游巴 然后去到内地的检 又要拿些行李拿下来 包括道具、服装 很大部分 这个过程可省则省 高铁一地两检 这件事不是一个为政治服务的事 这是为旅客方便服务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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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